再來消息看 台北市邦家一間 蘇利的幽靈峰 有家中指控說 他們一對三月十五歲的相生 才去打高二月 給老師拍五十五次 教育表示十月二十四之前 會來完成調查 老師有違法上限中 會來貼銷這間幽靈峰的主角 導致我現在 我的小孩對於上學這件事情 是非常的恐懼 那姐姐甚至在新的學校上學時 已經有出現自殘的行為 作為她們的母親 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自責 為什麼會將我的孩子 送到這一間學校 我初才表示自己的孩子 有發展比較慢的狀況 從方對立書孩子沒耐心 又是保力對待 不過從中表示 沒有保力對待孩子的事情 這間幽靈峰還會有人查出僑修 教育局表示調查報告會在十月二時進展完成 但是屬實可以花六萬到六十萬 而且貼銷 準公共化 友人圈的補助 最嚴重可以貼銷接照 目前針對操縮的部分 我們是罰了六千元 那正因為針對不斷管教的部份 我們等到報告網確認之後 我們會再另案再做開發 目前人家的疑似 起腳踏手的老師 已經主管為友人圈離職 但是生存的程度 要點到的友人圈 參與記者會的律師表 是全公共化 友人圈拿政府的補助 法律上可以定位做行政作手 如果想家庭對友人圈 提供 行政機關可能就負責背上 這是很嚴格法律的人棚 記者觀點有隨意大報報道